星星的时候 忽然这个他的头顶上这个顶门 响了一声 轰然像是雷的声音 这个时候山河大地身心世界 豁然顿空 这个境界非常的不寻常 也不是目前的这个空可以比喻的 这样的空定有五寸相许 那么从这个定以后 他的身心就很轻快 那么受用也没办法言语的 他的举足如风轻 就是说举手投足这种行为 很轻轻的像风一样 然后在经行的这一段时间 就是很久了归言中 回到这个严栋里面 迎者曰 今夜今行何其久也 今天晚上你的今行 为什么这么久 那么汉山大师就是 句告所得镜像 就跟他讲他 在今行的时候 录了这样的一个定 发现了一段时间 今天我们的听众 主持人的信仰 主持人的信仰 那么汉山大师就是 聚告所得镜像 就跟他讲他 在经行的时候 录了这样的一个定 这个影者 这个修行人说 这个是色阴境界 所以很多人 在谈境界 谈玄说妙说得那么多 看看这些修行人 真正的境界这么好 那么这个影者还说 这个不过是色阴的境界而已 灰是本有 不是我们本来的那个东西 而这个影者 他说我住此言三十余载 他在这言动里面三十多年 除了阴雨风雪 除了说刮风下大雨下雪 他没有出去经行 那么夜夜经行 都在这个境界当中 但不执着刮风下大雨下雪 但不执着 则不被他媚确本有 失声肯取以坐以谢教 汉山大师很感谢他说的这些话 就跟他的顶礼 谢谢他的教导 二十八岁 他在夜中进行录此地 到了三十岁的时候 他又到北台这个龙门 他认为是最幽郡的一个地方 很多文字我们就是截取而已 那么这个幽静的地方是 万山 万山 冰雪 阎南 树木之境 整个山都是冰雪 非常的清凉 清净 阎南就是他的夙愿 他一直想要的这种 过去的一个希望看到的一个境界 他到了这里的时候 身心非常的洒脱 非常的清净 如入极乐国 那么他就独注在这里 单体一个念 专心的修行提念头 人来不语 人来了也都不说话 大风实作 有时候风起来了 很大声 万俏怒嚎 风要碰到翘孔 才会有大风的声音 所以他说大风实作 万俏怒嚎嚎 有孔洞的地方 就产生大风的声音 那么当冰消的时候 箭水冲击 奔腾落雷 奔腾像雷一样 轰轰轰轰轰的响 尤其是在静坐当中 你听到有声音的时候 就如千军万马 那么就像千军万马出兵之状 圣以为宣 这个时候感觉到 非常地吵杂 非常地干扰 他就问了一个庙师 这个一个同参 施约静置心身 灰从外来 就是说 这些静 都是从你的心 所生出来的 并不是外面来了 就这样一句话 他就懂了 那么他懂了以后 他还想到古人说 三十年闻水声 不转异根 当正观云圆通 三十年来都听了这个水声 那么的心念不动 异根不被所转 可以正到这个二根圆通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二根圆通 于就是憨山大师 因西上有一独木桥 日日坐立其上 出则水声晚然 就天天到这个独木桥上去坐 那么一开始 水声的声音很清楚的 久之 久了 日久躬身了 动念既闻 不动既不闻 动了念头才听到 不动念就没有听到 一旦坐桥上 有一天 有一日 他坐在桥上 忽然忘生了 忘掉这个身心 则因身疾难 从此以后 从此以后 所有的这种响声 人都不再影响他了 都不再影响他了 入流亡所了 不为饶矣 不败被干扰了 他这个时候 在这个北台楼门 在这个北台楼门 很幽静的地方 日时 一天只吃麦跟野菜 合着米汤来吃下去 人家送米三斗 三斗而已 他三斗还没有吃完 一日惊醒 有一天惊醒的时候 忽然立定 不见身心 我一大光明障 圆满瞻即如大远镜 然后这个时候 他忽然站在那里路定 没有了这个身心 只有一大光明障 圆满瞻即 就好像大远镜一样 三合大地影现其中 乃绝 这就是空性的影子出来了 所以 嚷嚷 就是很清楚的 清清楚楚的 但是自密身心了不可得 即到他定了以后 醒过来 即觉不是乃觉 就是即到到了他觉醒 醒过来的时候 则嚷嚷就是很清楚的 但是自密身心了不可得 所以他说了一个祭颂说 瞥然一念狂心些 内外根层巨洞测 翻身触破太虚空 万象身罗重启灭 他说到这么瞥然一念 狂心就顿些了 一顿些这内外的根层就巨洞测 翻身过来触破这个太虚空 这是形容 他整个就他前面讲的 唯一大光明藏马圆满战机 完全没有身心的情形 万象身罗重启灭 所以我们说到非花物人不能入定 非苦心人不能发舞 想要开悟 你没有入定 是不可能的 那么想要入定 没有苦心 也是不行的 想要发舞要入定 所以非花物人不能入定 那么反过来说 你没有真正悟到这个自行本体 你是不能入定的 那么你真正能入定 你才能真正进入智慧的利益 那么要能够真正起了这个悟心 还非苦心人不能发舞 就是苦心不是说穿的邋遢 不是吃的不好 这叫苦心人 苦心修行的辛苦 坚力不拔的 那种像他日食 腹脉野菜 米汤 吃不重要 这个修行用功才是最重要的 这种苦心 不是吃的好不好 穿的好不好 那种苦心是微不足道 真正修行的苦心 你懂了你才知道真正的辛苦 所以我们为了跟大家来介绍 这个憨山大师所做的这个 《残境兼修的法要》 特别把憨山大师这一段的文 跟大家来提醒 就是憨山本身没有全部解录 就是解录前面这三十岁的一小部分 人家是怎么用功的 怎么努力的根系如何的好 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单体一念 你什么都不懂 什么之间都不正确 那是不可以的 所以憨山大师写了一篇 《残境兼修的法要》 对我们的修行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把他的文字念一段 公案虽多呢 唯独念佛审时的话头呢 是罪易得利 需要信得及 靠得定 了得住 绝不可犹豫 不得那今日如此 明日又如此 又恐不得物 又闲不圆妙 这些失算都是障碍 心要说破 临死不生疑虑 这一段文是说 灿禅的人 有很多的公案 这公案很多啦 狗子有佛性也无啊 念佛事水啦 这些话头 这些公案啊 很多 但是唯独呢 只有 唯跟独就是只有 加强武器 唯独呢 只有这个念佛 佛 非常切实 非常正确的 唯独念佛审时的这个话头 是罪易得利的 最容易得到 正确的利益好处 得利 但是呢 必须 要信得及 信心呢 要非常的 正确 我们前面都讲过了 这个信心之间的问题 要靠得定 要咬得住 绝不可由于 你确定了 相信了 你就是要用那种 诚恳的 依靠的 就是要 就是要 念这个佛 就是希望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帮忙 念佛的信念 咬得住 很确实的 不肯放 咬得住是不可以放的 而且 不可以忧郁的 不要怀疑 不要忧郁 冬忧喜爱 这个好吗 那个好呢 所以他说呢 不得呢 今日如此 明日又如此 不可以 今天这个样子 明天这个样子 那么 有时候心里头想 又恐怕不能误啦 又恐怕呢 不够圆妙啦 这些的 思维啦 这些算计 这个算 从我们算数的算一样 这些计算 这一个算就是计算用的筹码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思维啦 算计啦 心里啦 有这么多的盘算 这些念头呢 都是障碍 先要说破 要看破它 看得破 讲清楚了 说明白了 了解了 才不会呢 临时呢 起了这个疑虑 所以临时呢 才不会生起了这个疑虑 所以他这里一提到 公恩虽然很多啦 为了这个念佛的这种话头 我是最审时 最切实 最容易得力的 自若功夫呢 每天这样子念佛做功夫的 做到得力处呢 外境不入 唯有心内的烦恼 无状恒生 你已经呢 做到了这个 修行很用功的 用功到什么 外境不能侵入了 可是呢 唯有心内的烦恼 这个无状恒生 这个无名的烦恼 没有来由的 莫名其妙的生起来 或者呢 欲念横发 或者心生烦恼 获起种种障碍 以至于这个心脾力卷 如可奈何 不要看他写的这个文字 都是确实的 有时候没有用功 没有真切 身形没有现象 一用功呢 或许呢 我们种种的欲念 就莫名其妙的起来了 心里呢 莫名其妙产生很多烦恼 起了种种的障碍自己 继续前进修行的这一些念头 这一些想法 那么这个时候 这些呢 都是使你心脾力卷的 让你非常的 无可奈何的 这些现象的产生是什么原因 你要看清楚它 先要说破 让你了解了 你才不会生起一粒之心 他说呢 此乃八十田中 寒藏无量节来的习气种子 今日那被公夫逼急了 都陷在前了 这个习气种子呢 今日被公夫一逼急了 都陷出来了 所以我们八十田中呢 含藏的很多节来 无量节来的种种的习气种子 现在这些公夫被逼急了以后 这些习气都现前了 所以此处最要分晓 先要试得破 透得过 在这个地方呢 都要分明清楚的 小了的 先要试得破 透得过 看清楚 看破了 这个是什么原因 我给你了解了 这个是什么原因 我给你了解了 看破了 大家看不见 我给你了解了 我给你了解了 解了 我给你了解了 在这个地方都要分明清楚的小了的 先要试得破透得过 看清楚看破了这个是什么原因 绝不可被他笼罩 绝不可被他调弄 绝不可当作实事 你碰到的这些现象 烦恼恒生 欲念恒生 种种障碍让你心脾力见的时候 要知道是八字天宗的习气现前 不要因为这样子 被他呼弄了 被他笼罩住 被他盖住了 你那个往前的正念被他盖住了 念佛的正念被他盖住了 被他拨弄了 绝不可以把这样的情形当作一个事实 那是我们的八字天宗的习气现前 但只要抖手精神 奋发勇猛 要提起本餐的话头 就在此等的念头起出 一直挨椎僵去 就说在这个境界的时候 你更应该打起精神来 那么奋发勇猛 像我们前面介绍了 憨山大师背部长个庸 那么这个庸居很辛苦的 又红又肿又大的 但是他没有被打败 他去披着袈裟 求魏陀菩萨 求诸佛菩萨帮忙 让他产其爱得过 他将送起花园经 所以要勇猛奋发不要被打倒了 提起这个本餐的话头 就在此等念头起出 这个念头的起出当中 一直挨浆过去 提着这个念咬住了不肯放 总是把这个境界突破了过去 问取那向何处来 毕竟是什么 决定要见个下落 如此一直挨去 只教神鬼皆去灭机浅中 问这个 这样的一个念头从哪里来 那么会向哪里去 决定要把它见个清楚 如此一直挨下去 你只要念头不断咬住它 只要能够确定 你就不要放过 就是说念头要很正确的提起 然后这些现象境界 你要把它看清楚 问这些从哪里来 毕竟是什么东西 决定要见个下落 这样子挨过去的用功 只叫神鬼皆去灭机浅中 这个神鬼都因为这样子用功 都本身都害怕了 都哭泣了 都感动了 灭机浅中了 这些现象都不见了 所以说 勿要感尽杀绝不留寸师 如此着力 自然得见好消息 假如呢 你能够这样子 把这一些习气 这些念头看清楚 所谓的感尽杀绝 没有留一丝丝的 这样子的影子 如此的着力 这样子的用功着力 自然可以看到好消息 若一念 斩得破 则一切妄念 一时妥卸 如空花影 若仰艳波成 过此一番 变得无量 清安 无量至战 假若呢 这一念呢 我们就是 战啊 渣啊 都可以念 这个战啊 就是 我们以前的夹手指的 那个酷刑的那个东西 用作动词呢 就是把它夹紧 这一念呢 夹得紧 能够破得了这一些妄念 这些喜气 则一切的妄念 一时就脱血 能够脱落下来 所有妄念都脱落下来 就像空花影落 有洋艳波成了 空中本来就没有花了 是我们自己 这个我们的眼睛呢 有了毛病 以为有花 洋艳呢 洋艳本来就是 一个路上太阳很大 所造出来反映出 好像这个远远的地面 有一水一样的 称为洋艳 所以说 空花那的尖求果 洋艳如何更密于 这一句话呢 我们了解到说 空花是不可能结果的 洋艳也是好像有水 是不可能 可以 从这当中得到余的 这个时候 这些完全都落血 都澄清了 能够过得此一番呢 不被这些现象境界袭击 所打破的时候 过此一番呢 我们会得到无量的清安 无量的自在 到这个时候呢 此乃初心得力处 又不可生欢喜 若生欢喜 则喜模糊 心又多一种障碍 到这个时候 我们称的就是初心 初步我们修行的心呢 有了得力的地方 得到好处了 我们可以得到清安了 有这个无量的清安 跟无量的自在 但不可以生起欢喜心 你过于欢喜呢 就容易被喜模糊造 过于悲哀呢 容易被悲模糊造 那么心就又多了一种障碍 所以有些人修行念符 念得哭得很难过 我们偶尔现象是会有的 但是不时一直都有这样子的悲哀的现象 一直有这样的悲哀的现象 就容易产生悲魔 心里又多了一种障碍 所以说 自若障世中习气爱根 种之坚固深浅 话头用力不得处 观心照不及处 自己下手不得虚 礼佛诵经忏悔 要此人眼咒行 藏佛秘印已消除之 以诸密咒皆佛之金刚心印 无人用之如指金刚宝厨 吹吹一切物物欲如嘴尘 崇尚佛主心印密解皆不出此 这里说假若了 自若我们的这个葬式 第八阿赖也是当中 我们这个习气 这个爱根太重 种子的坚固太深了 浅在那里面太深太深 那么就变成那个业力 大于你话头的用力 也就是你话头虽然用力 不得处的时候呢 你观心也照不及处 用观心也没办法把它 这些习气爱根的种子 把它去除 自己感觉到下手不得力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说 需要礼佛诵经来求忏悔 这些习气爱根太深 这些习气爱根太深 自己感觉到下手不得力 自己感觉到下手不得力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说 需要礼佛诵经来求忏悔 尤其他有提到要此人言咒心 要提到人言咒心 来借着依障的佛的秘印来消除 以诸秘咒 皆佛之金刚心印 这些呢都是佛的这个金刚心印 我们说的一些秘密之咒 这些都是佛的金刚心印 无人用词 我们用了这些咒语 那么就好像拿着金刚宝厨一样 能够摧毁摧碎了一切的物 那么所有的物呢 遇到了这个秘密咒语呢 就化为围成 那么从这个上面来说呢 这是佛主的心印必诀 都不出此 都是这里 故约呢 所以说呢 十方如来 此此咒心得诚 无上正等正觉 然佛则明言 主师门下孔若常请 故密而不言非不用也 此须日有定刻 久久存熟 得力甚多 但不可希求神印了 所以憨山大师说呢 这十方如来所持的这个咒心呢 可以得诚无上正等正觉 然而佛呢 则明言 主师门下呢又孔若常情 就说我们把这些咒语呢 说了 那么大家又孔若到一个常情 太希求他了 所以呢 就密而不言 不是不可用 是不说 但是你要咒语能够灵验的最重要是 你必须自己日有定刻 这个咒语呢 是你随时都在持的一个定刻 这样久久才能够存熟 存熟以后才能得力甚多 才能得到那好处 但是不可以希求神通感应 我们常常讲说 只要是佛说的 无论经典 无论咒语佛号 都是好的 不要那只执着 我只念一句阿弥陀佛才叫好 憨山大师 从禅尽入手 但是他在这里的时候 也告诉你 在你不得力的时候 你必须去诵经 必须去持咒 那么才能够依藏着佛的秘印 来消除你这么坚深 这么坚固的这些爱跟习气种子 所以不要只至于呢 我念一句佛号就算了 你看憨山大师这么了不起的人 他还是用尽各种法门 来使自己修行成功 这是非常重要 那么还没有介绍完 我们下次再继续 我们现在来回向 我持普贤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住众生 术王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佛萨摩佛波罗波罗蜜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往昔到诸二月 藉由无始贪嗔痴 重生于欲之所生 一切我今皆忏悔 为生善法当令生 不禁二月今始禁 十方三世佛家迅速发起菩提心 诸位同学 今天净土药义第23集 继续跟大家来介绍 憨山大师的禅境坚修法药 上次憨山大师告诉我们 我们在参化头念佛不得力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喜气爱跟种子太重 那么就应该那礼佛诵经求忏悔 尤其他强调持这个人眼咒心 人眼咒心一般都说是 西探朵叛叛来这一个文字 那么他后面还有提到 不管你持哪一个诸佛菩萨的咒语 你要是日课你的功课 久久存熟的时候 这个得力才会胜多 才会得到正确的一个力量 所以我们也介绍一下憨山大师 他生病的时候 他的这种坚持的心 咬定不放的这样子用功的心 诚恳地祈求加持 他的背部的拥居就平复了 当然这个就像他说的 要久久存熟的力量才会更明显 但是有了这些感应 不要把它当成稀奇 不要把它当成了不起 要用平常心来面对他 昂山大师继续介绍着说 凡修行人 有先悟后修者 有先修后悟者 然悟有解证之不同 若与佛主言教 明心解悟也多若知见 与一切静言多不得力 以心静角力 不得温柔 处途成智 多做障碍 此您相似剥落 非真参严 大凡修行人 大部分修行的角度来说 可以分先悟而后来起修的 也有可以说先修然后才悟的 那么悟有解跟正的不同 有的人是解悟 有的人是正悟 假若依佛主言教 我们佛陀的经典的言教来说 明心解悟 有些人说到明心解悟 也多落到这个知见 就是只在知见上用力 以为自己懂了 就是明心解悟 解悟不是正悟 解悟的情形会在一切的静言多不得力 为什么 心跟静互相较低存在 没办法圆融 没办法不得混融在一起 所以触徒成智 你碰到了就产生了一个自爱障碍 所以多做障碍 此您相似剥落 非真参与 解悟的人就像我常说的 道理说的偷偷是道 你碰到事情 静言都不得力 碰到贪心的境界 贪心就陷起 称心的境界 称心就陷起 慢心的境界 慢心就陷起 所以解悟的角度 对于静言是没办法得力的 就是说你在理解上好像悟了 好像懂了 你没有证明 所以只是相似的剥落 不是真参使用的 真参使用 你面对这些境界 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不会触途惩治 不会多做障碍的 假若证悟者 刚刚讲的是解悟 在理解上认知 以为懂了 以为悟了 其实只是相似剥落 看起来 听起来 头头是道 可是呢 做的事情呢 却不是那么一回事 所以理解上懂的人 有时候口口谈空 步步行有 就是这个意思 口嘴巴呢 讲得呢 道理跟真的似的 讲得好像就误入境界了 像有一些人呢 喜欢看报章杂志的人 看到哪里介绍哪边的旅游风景区啊 他也把他讲得跟真的似的 哇 别人不知道以为他到国 一问没有 把报章杂志的叙说 他就这样子的说 好像真的一样 就是解悟的立场 那么证悟就不一样 证悟就是自己亲身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那么详细的介绍 所以下面这段文就说 若震悟者 从自己的心中 石仆仆坐江去 逼斩到水穷山尽处 忽然一念顿邪策了 至心如使之街头见青椰一般 更无可疑如人饮水人软 至之亦不能吐入向人 此乃真餐食物 然后既以物处融会心境 净除现业流逝 妄想情力 皆融成一味的真心意 此正物也 假若是一个真正由修正上而悟的人 他是从自己心中 石仆仆地坐江去 从内心里老老实实 踏踏实实地去坐 有些人念佛修行 是做样板的 给人家看的 不是真餐食正的 没有从内心里这样子 踏踏实实地坐去 能够很踏实很扎实的 这样的一个念佛 这样的一个话筒 把它逼急了 逼到了三穷水尽的地方 就是用功之极 我们前面提到心力 跟物理的物力 向心力跟离心力的用法 向心力自己就逼到三穷水尽了 忽然一放了 你念头顿邪了 这个念力的力量出来了 测了的自信 真正整个透彻明白了 好像你在十字节口彷徨的时候 忽然碰到自己亲爹 亲爹亲娘亲爷一样的 更无可疑 没有任何疑悔的问题 到此呢 如人饮水 人软自知 到这个时候呢 你证明了这个境界 真的只有自己懂 就像喝水 就像喝水 我说 我说 热一点 软一点 你不知道 到底多热 多软 多冰 多凉 一喝了 原来你是需要这样的温度 所以 没办法 向人来吐露 这样的一个正量情形 此乃真餐食物 到这个时候 真正真餐食物 然后既误处 从这误入处 可以融会心境 净除现业流失 说的跟做的就是一体的 不会呢 你的心境 跟你的心事的 这种行为 不一样的 可以禁除现业的流失 可以将妄想的情侣 结融成一味的真心 这才是真悟的立场 所以我们之前前几集 不是有提到心悟 孤弦 气吞万象吗 这个时候就是 所有东西都能融为一味 真心 这才是气吞万象 这种正量的心量 是清净自在 是广大乌涯的 不是像我们这些修行不得力的众生 还在世间的灵力 还在世间的这种现象打转 不是的 所有的这一些妄想情侣 都能够融成一味的真心 所以佛经上也有比喻说 孔雀的羽毛那么漂亮 就是所有的毒 它吃进去的 化成那漂亮的羽毛 一切的妄想情侣 可以融成一味的真心 剥落的火炬是这样子 剥落智慧火 你所有东西都投进这个智慧之火 它是化掉融掉 更增长智慧 这样子的心量 这样的行为 才是一味的真心 而不是什么东西都是排斥 什么东西都不能含融 所以此之证悟 亦有深情不同 若从根本上做功夫呢 打破了这个八四的苛九 顿翻这个无名的酷泻 一抄子路更无胜法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上上立根所证者身 证悟呢 证悟呢 当然有深有浅 是不同的 假若从根本上做功夫 直接就打破了这个八四的苛九呢 顿翻了这个无名 把无名这个酷泻呢 马上转过来 一抄直路 就没有任何的 剩余的这些东西 这个是上上根气所证的 是很深的 其余见修所证着就比较浅 最怕的是有些人在修行上 他得少为主 得少为主又切记呢 躲在光影门头 有些人有些现象呢 看到了光啊 看到了诸佛菩萨了 就得少为主 就躲在这个光影门头 那么何者呢 以八四根本未破 是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就他说的 八四的根本没有破 众有作为呢 皆是世神边世 虽然呢 你很用功啊 有些好的瑞相啊 好的清醒啊 还是我们的世神边世 我们人员经里面所说的 都是法臣分别影像 不要把它当真 若以此为真呢 大事任贼为子 假如呢 把这些光影门头 法权分别影视的现象呢 当真 就好像呢 你任一个贼来当你的孩子 所以古人就说 学道之人呢 不是真 只为从来认识神 无量劫来生死 本痴人患 无量劫来生死 本痴人患作 本来人 与此一关罪要透过 这个文字呢 再念一次 就是 学道之人不是真 只为从来认识神 无量劫来生死 本痴人患作 本来人 与此一关罪要透过 古时候的人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学道的人 不认识 真正的是什么 我们的清净本体是什么 认不得 却把这个世神 却把这个世神 我们这个意识所用的这个 拿来认作救世 那么这个是无量劫来生死的根本 我们为什么会六道轮回 就是因为呢 我们第六意识的善恶 照作善恶 而有肉道轮回 把这个世神当作是真 就是我们说认这为止 所以这是无量劫来生死的根本 不要弄错了 把这个生死根本 吃人 愚痴不明白的人 把它换作本来人 把它以为这个世神就对了 是本来的那个 那就错了 所以与此一关 罪要透过 罪要透过 在这里要看清楚 我们有时候自己意识呈现了 呈现了这些瑞相 都是法成分别隐世 他说八世的根本没有破呢 重量有这些作为 有这些现象 都是世神边世 都是法成分别隐世而已 所以要看清楚 最要透过的就是这里 所言呢 顿悟见修者 乃先悟已测 但有习气未能顿尽 就于一切境远上 于所物之理 起观照之力 历尽厌心 容得一分境界 正得一分法身 消得一分妄想 显得一分本智 事又全在绵密功夫 于境界上做出更为得力 我们提到的顿悟见修 要先悟了以后 那么先悟已呢 先悟了以后 但是有习气 还没办法顿除 还没有干净 那么悟了以后 还没有干净 就这一切的境远上 以所悟的道理 起观照的力量 还没有完 吸气还没有完全干净 但是在一切境界之境远上面 以你所悟的道理 来起观照的力量 能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境界 感谢灭 相对性,你能够失灾 还没有完 吸气还没有完全干净 但是在一切境界之境远上面 以你所悟的道理 来起观照的力量 能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境界 看厌你的心 你能够融得一份的境界 才能证得一份的法身 才能想得一份的妄想 才能够显得一份的本质 但是这些呢 又潜在绵密的功夫 在境界上要做得出来 更为得力 所以是提到 习气还在不能顿境的时候 对一切敬言 用你所悟的道理来起观照的力量 力尽厌心 那么能融得一份才能证得一份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 你有任何的境界 但是你的身心习气并没有改掉 这绝对不对的 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力量 所以绵密的功夫呢 在境界上做出 那么才更为得力 接下来 潘山大师又说 凡立根信心勇猛的人 他修行肯做功夫 四脏容易溢除容易消除 可是理脏很难排浅 始终病啊 这个病痛他就略举一二 他第一呢 所以有些力根的人 他心很勇猛的 修行的功夫也肯做 那么在四脏上也容易除雀 可是理脏就很难排浅 当中的病痛这些毛病 他略及了一二 他第一呢 不得贪求原谅 以此是本来平平贴贴 时时落落 一味平常更无原谅 他说第一呢 不要贪求原谅 也就是不要需求 究竟的、最好的 不要需求那种 原谅本谅的 不是贪求这个 为什么 因为自信本体这一件事情 本来他说平平贴贴 本来就是很平常的 很平庸的 时时落落 就是很踏实的 一味平常更无原谅 所以有些人喜欢 希求谈玄说妙的 喜欢呢 谈得非常神秘的啦 好像很殊胜的 谈玄说妙的 谈到生不可测的那个样子 事实上本来东西是 无味平常 为什么呢 盖由无人的知解 习气没有干净 内心薄弱 薄弱为习气所心 其诸幻化 多生巧见 免着其心将未愿妙 这里就提到说呢 我们的知解上 习气上没有干净 所以当我们内心薄弱的时候 这个薄弱被你的习气所需呢 就起了诸幻化的多生巧见 那免着其心将未愿妙 也就是说当你很用功的时候 或许你出现了一些这一些境界啦 乃至于你所谓的预知的能力啦 或者是神通的能力 你多生巧见 这些都是我们的习气所心成的 那么你把它当作圆妙呢 非常好 非常殊胜的 我们一直说 事善警戒 不做圣戒 不要贪求这个圆妙 不要意为就是圆妙 不是这个已经到了最圆满 最圆满最殊胜妙不可言的 你以为是这个样子 内心里呢 也不要贪求这个圆妙 一有所贪求圆妙 就是知见上还是不够正确 所以对于这一些现象 深入不舍 那么此正是神隐名 分别望见之根 所以这正是我们的世神 所显现出来的 是我们分别的望见的根本 我们呢 韩山大师用一个名称 叫做见刺 见解上长了刺 这个长了刺 当然不好啦 所以他说这个见刺呢 是比前面出伏的妄想不同啦 死乃维系留住生灭 一名智障 这个比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 出伏的妄想不一样 这个比较维系啦 是我们意识的留住住的这个生灭的情形 我们把它称为智慧的一个障碍 正是呢 爱正之见者 这正是足以障碍正之见 假如呢 假如呢 你把这样子的一个光明门头呢 当作是真呢 起了种种的狂妄的见解 这是最忌讳的 这是最忌讳的 你说他用功吗 他很用功 可是他之见错了 为什么 他需求这样的一个光明门头的境界现象 以为这个是真的 起了种种的错误狂乱的见解 这是最忌讳的 这是他说的 利根也用功啦 那四障也容易啊 可是利以上难以排遣 就是这个第一个病痛 第二个病痛他说呢 其次 不得将心待悟 以无人妙缘真心 本来绝代的 相因妄想凝结 心境根层对待角力 故起获照业 我们这个心呢 不要将心待悟 不要将一颗心在那边等待开悟 为什么 我们这个人的心本来呢 妙缘真心 本来就是绝对待的 那么我们这个妄想呢 我们这个妄想的凝结呢 使我们的心境根层对待角力 一向呢 因为我们这个妄想凝结了 所以使我们的心根静 根根层互相的对待 互相的对立 所以我们容易起获照业 所以故起获照业 今修行人 但只一念放下身心世界 单单提此一念向前 切莫管他勿以不勿 只管念念步步作强去 现在这个修行人 我们应该怎么修行 把这一念放下这个身心世界 我们的心念放下 单单提起这样的一个 念佛参话头的正念 这样子的单体一念 切莫管他 你不要去在乎 不要去管 哎呀这样子能不能悟啊 悟与不悟这样子的现象 情形不要去管 只管念念步步作强去 尽管你每一念每一个步法 就是这样踏踏实实的做去 若功夫到处 自然得见本来面目 何须早计 假若你在修行用功的功夫到了 自然你就见到本来面目 何必需要早早计划在那边等待 所以他说 若将心带悟 既此带心 便是生死根株 带至穷结 亦不能悟 以不了绝带真心 将为别有故 若带心不除 一生体验 多层退堕 譬如行物不见 便起修些祥额 假若你是那种将心带悟的人 此带悟之心 正好既是 便是我们生死的根株 这么一念心 正是生死的根本 等到穷结 在很久很久的这些结束 你还是不能悟 那么为什么 因不了绝带的真心 将为别有故 以为还有一个什么 所以假如你这个将心带悟的心 不除掉 你日久了 因为得不到你想要的 日久了 就容易生疲惫厌烦的心 由于这样子 你就多成了退堕的一个心态 比如你去找一件东西 你永远找不到 找久了 你便休歇了 就放弃了 就不想再去找了 所以你就起了休歇想 放弃不找了 找不到 找那么久了 还找不到 当然就放弃 那么放弃了 那就非常可惜了 所以这个是毛病之一 不要将心带悟 不要需求原妙 其次 不得需求妙果 盖众生生死忘心 掩饰如来果体 今在谜中 将诸佛神通妙用 便做妄想群立 分别之见 将真净法身 便做生死月直 将清净妙度 将清净妙度 变做六成境界 其次又说了一个现象 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 需求有一个 微妙的好的结果 不得求这个妙果 虽然我们前面讲了深信 讲了这个发愿 讲了慈明 也提到说 由慈明深信发愿 你得到一个殊胜的妙果 这是一个形容 你念佛必定往生西方的这样的一个果位 但是你心里不要存着希求这个妙果 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个修行的功夫 踏踏实实的认知正确的功夫就对了 认知了一个正确的知见就对了 所以盖众生 他的生死的妄心 我们所有众生生死轮回 这个虚妄的心 原是如来的果体 本来就是如来的果体 只是我们现在迷失了 忘记了 被遮盖了 所以将诸佛法的 诸佛的这些神通妙用 本来具足的这些神通妙用 变做了忘情 变做我们这个 妄想情虑分别之间 我们做了 这些错误的妄想情虑分别之间 我们将真正的这个清净的法身 变做了生死的叶子 本来我们具足这个清净的法身 现在却是一个生死的一个叶子 本来是清净的妙度 现在是变成六成的境界 本来具足却把他作用 妄用 那么如今做功夫 一念顿悟至心 则如大也红如桃龙万象 既此身心世界 远是如来国体 既此妄想情虑 远是神通妙用 泛民换民不换体验 这里提到了就说 我们现在做功夫了 假如我们的一念能够顿悟到自心的时候 就像大也红如桃龙万象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身心世界 原来就是如来的国体 那么我们所用的意识的妄想情虑 也本来是神通妙用的 换了一个名不换那个体 那么我们所用的意识的妄想情虑 也本来是神通妙用的 换了一个名不换那个体 所以他这里提到勇家大师说的 无名实性即活性 幻化空生即法生 若能物质法门 则取舍勤妄心愿新鲜 步步划藏净土 心心敏热下身 若安心先求妙果 既需求之心 便是生死根本 爱正之见 转求转眼求之力疲 则生厌见矣 他这里引用勇家大师说的 无名实性即佛性 幻化空生即法生 假如你懂这个伴来跟自心本体 是同一个没有两样 若能物质法门 假如懂了这样的情形 这取舍勤妄 我们这个取舍勤 心愿新鲜 喜欢不喜欢这个心自然停下来了 我们就是因为用一般的认知分别 所以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 这个取舍的这个情 就能够真正的去掉了 那么心愿的这个心就是能够停了 这样子误入了以后 你步步划藏的进度 心心都是明热下身 那么你真误入了 不是故意去需求 好